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往你的世界里面添加一些光源呢 在这个地方点创建 然后选择光源 这里呢有五种光源供你选择 供你添加 或者是呢 看这个地方有个放置act面板 我们可以把这个面板吸附在左边 吸附在左边 然后我们点一下光源 光源 这个是光源的图标 可以直接这样拖动 来添加一个新的光源 点光源 或者是聚光灯 聚光源 或者是矩形光源 或者是天光 好 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添加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定向光源了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定向光源 点一下这个图标 定向光源就是太阳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调整它的强度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左右滑动 来调整这个强度 然后包括光源的颜色 光源的颜色 另外其他的灯光 比如说我们现在加一个点光源 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方式 也可以呢 改变它的强度 改变它的颜色 等等 下面这一些 怎么 摔减半径 圆半径 等等之后呢 我们会来详细来讲 详细来讲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 再尝试一下放置各种光源 下半径